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讲有关波衣的主题 刚刚有件好东西 我看你刚刚买了 这件新丝捆热 刚刚收回 刚刚收回 其实上一集讲过波衣的不同的级别 今集讲一下草波衣的一些心得和分享 我想问两个什么时候开始 为什么会喜欢草波衣呢 每个人都一定有个故事 一定有个故事 那你先讲个故事 你的样子会比较伤 如果说回草波衣 应该是一年才买第一件波衣 自己买 那时候再小的读书 爸爸妈妈买的那些 那些大特价 到大时真的买一件Swingman 是在旺角的楼上铺 某一家 老字号那家 第一件是Ray Allen R30 波士顿第二座客 而且被他推锁我 买一件1000元可以拿到会员 即买9000元 是的 现在的会员是没有节 那会员是什么 永远会员 某些是没有节 但他跟我推锁我 那时候不是说 日后有九节 我们不要开名 是的 那时候还有件是 Kelvin Johnson 復古太阳那件 那件是第一件 如果有九节 还不可以帮人买的 是的 很多 很多不开心的经历 那时候你为什么会买 Ray Allen 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打球 你本身是一个 不能看很多球 就是很喜欢他 那时候也是穿中脈 现在也是 中脈也可以 不要弄坏衣服 我穿了什么样子 浪费衣服 你送给我吧 那时候是 第一件事是喜欢Ray Allen 喜欢波士顿的 就是刚才你说的KG 其实我内心很多东西都很澎湃 是的 那时候的波士顿 三巨头的时候 看得很兴奋 无效 是的 那你们说的KG画面 我都很多 很多在里面 都走出来 那几个你最喜欢Ray Allen 是的 因为我喜欢那些 很平实的球员 技术 没有什么纹身 你看看 Ray Allen 在球场上的态度 是很好的球员 我是特别喜欢那些 实义不华的人 所以 就买了你人身 自己的图荷包 第一件 是的 你买来是 行为上去支持他 还是你会用来穿 穿来打 打球 那些球员 也有穿过来打 但是打算出去穿多些 但是那时候 其实不是很敢穿球衣 那时候 我不知道几年之前 算不算好 因为穿NBA球衣 从来都 我未见过一个很流行的时候 除了有一轮之前的韩风 我见过多了一些 NBA球员 因为NBA从来在香港 不算一个最热门的一种运动 播的时间又早 或者不是很多地方播 所以穿那时候 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觉得 也挺酷的 我看NBA 绝对不是 反而是害怕 怕被人笑 是的 穿得不好看 那些肥仔 不是很健碩 那些穿中马 只有五尺七 就算了 就像Jeff那样 这些模特儿 就没所谓 但是我很有印象 90年代的时候 在街场是没有人穿NBA球衣 不敢穿啊 你穿哪个 你猜你是他吗 那个年代 更深刻的是 大家一定会有喜欢的NBA球队 最多是穿他的褲子 穿一些褲子 T恤就是普通T恤 我算少 我也是穿很多人穿 我也是穿很多人穿 你真是聊交打 我相信我 你技术搭够 可以 落到都赢了 人家真的会开口聊 穿泵落场 很厉害 怎么骗你 真的会这样 那时候真的没有人会穿的 我印象 因为那时候的褲子不太舒服 穿去打球 这个是因来 那时候 我也不知道那些 我当年不知道那些是什么 那些是什么 文化 你上一次也有说 你用褲子不吸汗 没人试 褲子其实褲子不太适合打球 打完球就损了 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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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你去了哪里 很古怪 所以之前有少人穿到场 那Jeff呢 你为何会开始买球衣呢 很多年 我比他年纪大一点 那我就 我06年 第一件Swingman球衣 就是我太太送给我的 这是一个生日礼物 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球衣 我只喜欢球 他只喜欢球 他买完足球 他只喜欢球 就是男球 对了 其实他就看到 咦 有件好像都OK的 Coby 他就问我 你喜欢Coby 还是Iverson Iverson 其实我不太喜欢他 虽然今年他很值得 去拿到Hot Frame的名语 但是我当时也选了一件Coby 穿了第一件之后 就开始上瘾了 中毒了 不知为什么 这些很多人都是这样 你看看有没有后悔 卖球衣给你 没有的 哈哈 哈哈哈 镜头面前我们说 但是健康 老实际 他玩这些都可以 但他玩Hifi 玩什么 上机 也几件 几件 说真的 几十件 男人生会有一件事 存下的 很正常的 你看到他花了钱 看在哪里 男人都会玩什么 不要玩女人就行了 真的 这个节目很有教育意味 哈哈 哈哈 赞人君子 喜欢的籃球也是赞人君子 但是没办法 为了收市 我们会继续性感下去 这节目 继续吧 送了第一件给你 接着开始 你喜欢穿球衣 其实是不穿的 最初是买回来 真的放的 真的放的 老实说 都是放的 我们那个年代 说是零几年的时候 你一年都说没有人穿球衣 我那个年代更加不会有人穿 一年好一点 不是很久 你说到现在是二零三几年 我就是在街路 看到人多了穿 我才觉得好像 好像 不是很奇怪 我就是看到有人穿 因为我之前做餐厅 都久不久看到客人会穿球衣 你继续下去 哈哈 穿球衣 没有啊 我又没有 真是很打球的人才会穿 以前不是一种穿衣的文化 现在出街都会穿 现在都会 多数出街 那你开始第一件 之后就开始放在这里 觉得挺漂亮的 其实是 我觉得用一个欣赏角度 去看这件衣服 你好像跟球星很近接触 那种感觉 这是我买球衣 觉得我跟他有一个联系 所以我穿他 其实是因为我的技术 像他 所以你收了我那件Coby 哈哈 我买过那件Coby 我想起来 但是你自己 给钱鸿河包 第一件是谁呢 James 这个不关后期的事 其实我最初不是喜欢他的 纯粹看到特价很便宜 199元 199元 真的差不多 有时候有些东西都是跟钱 就是缘分的东西 都有一些关系 到这一刻James的衣服都不是很贵 不会吧 遲了10个季 哈哈 我想是巧合 好 坐下坐下 你现在有没有数过自己有几件呢 即是你那些经常出出入入 有时候你那时候说过 有时候那么傻子 又想换一些回来 但是 其实我想你长期继续 那个仓存 都有一件 一件送 他有几件 有没有数过 二百多 二百多件 是的 但如果前前后又出入 可能过千都不行 哇 你跟这个球 你不要用货源计算自己收藏 就是 曾经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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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拥有过千件 现在至少有二百多件 都有 交收就是过千件 曾经拥有过千件的 其实很难避免的 你好像开关键 你一打开就来的 很难计 因为有些东西你见到 没有就会没有的了 你不买过一下 所以你不果断一点 你就 遲些你想找有钱都买不到 那你也是 Jeff有多少件 你不出街的 你听说出了街我糟糕 那他不会看到的 但是我会听你的名字 那一段 都是二百多件 差不多二百多件 但他家里没有人知道 你收到二百多件 绝对知道 我其实我买过很多 但其实我没有存 因为我全部都是穿来打球 或者是穿到残了 近年还是早年的时候 早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工作的关系 我这些球衣很多都不用钱 张八零服他 不是 买再早一点 哈哈哈 张八零 好像死了 我是买球衣 是真的用来穿来打球 就算刮 可能里面我自己穿多一件 打底 因为我觉得真的 打球的人有些很囂的 我这些是属于囂的 现在囂不了 现在下去被人打 但是那时候我很囂的 是喜欢穿球衣来打 都很残 其实最巧 我很多朋友也有个疑问 就是 如何去保养球衣 或者保养球衣 其实如果 第一件事 球衣新旧 其实很看字 因为这些字 这个最难够 这些字不要让它掉色 而且不要花 很难不花 因为我很多时候摺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 最后我现在看到 例如你们的桌上 很多朋友 常常拍着衣� 这个衣� 可能挂几件 因为挂整个衣架 或者一个櫃也是 我没有这么大 一个櫃挂 我全部都摺 我有些摺摺 就惨了 有时候你不知道几年 或者一年不拿出来 一拿出来 那条痕 哇 怎样也够不回 它已经够不回 特别的字 那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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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够不回 很惨 如果多的话 我自己 一个衣架 可能挂三件 或者四件 如果白色的衣服 我通常有保鲜袋 哦 即是要有保鲜袋 我特意戴上来给大家看 其实这一款保鲜袋 是加大版 一般西式的超市都可以买到 但如果你 西式 像华润 就买不了 西式 那些出不出名 市场 市场应该有 市场应该有 市场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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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就会有加大的袋 其实 装拨鞋应该挺有的 其实这些我印象中 有买胶袋的地方 就是说 我旧新田地 那些都会有的 那不够复杂 我自己买也是在淘宝 对 我淘宝是压 під 其實那隻是這麼長左右,我可以將衣服摺下去,大約是這樣 大家不斷給長度,慘長 其實我可以這樣摺一些衣服? 摺都可以的,大約是這樣 每一隊,都可能屬於屬於大圓的大圓的位置又不同 例如色紙或大龍,那隻龍是每天摺不到的 這個其實是某幾款,彩虹,彩虹和大龍 我不是說這些嗎? 有些球衣,尤其是這些 所以我這些衣服,我買來的,拿去簽名 我全部都是一個Hanger一件,再用別人洗完衣服的膠袋 因為我想不到怎樣去保存,有很多人說不同的東西 好像鞋一樣,你放一些吸濕包,放一些東西去放鬆 衣服應該不用的 因為香港的天氣也是很奇怪的,很潛濕 怕會發霧而已 怕會發霧,不知道會不會是偶蟲 偶蟲不會發霧是會的,我自己也試過 所以你可不可以拿出來清潔? 所有衣服什麼都一樣,你不要放下它一年都不管它 你能不能拿出來養一下它 這個必須的 跟他們拍照一下,一二三笑 這個其實呢,在我頁面上 我覺得,幸好是這個群組裡面的人才會明白 男人老狗,但誰很喜歡 你是把衣服拿出來傻笑嗎? 傻笑 很多下 那些衣服都拍得出來很開心 你一個夏咒老婆不在家做什麼好呢? 就把衣服拿出來 其實真的很久 我平時就做這些事情 你拿一磚衣服出來,有摺有性 隨時真的有關係 有時候可以做出案 我覺得是開心的 你買回來的東西,我會有時候覺得 我自己操波衫,我通常都是有一些特殊成果 然後其實我也是一件藝術品去欣賞它 你買到一件藝術品去欣賞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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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像湯寶這件 我會覺得它的設計各方面很漂亮 除了你當作是一件藍頭爵士 你當作是誇張一點,像一張畫 它可能有很多細節 或者像大龍那樣,Raptors 是很漂亮的 然後你拿出來的 真的叫做品牌 品牌 給你一杯茶禮 我看見有些朋友 現在是有些服務商起的衣服 你們有沒有試過 我自己暫時沒有 土地問題 還有也貴的 也要幾個水 不止 而且我看見香港 暫時沒有一個不正式的 其實香港不太正式去表演這些衣服 我尊重就是你下釘的手法很軟壞 很多都不行 只能扯上球衣 扯上力 施力很不均 扯上力 扯上直 隔一排便會變形 這件衣服 就會浪費了這件衣服 你又要把架弄 外國已經是做到 會穿三粒 它其實架是立體的 前後可能有些空間 不要讓球衣貼到玻璃 裡面可能會裁上一塊很適合的紙皮 或者是膠架木架 是浪費的球衣 是很漂亮的 扯上的那些 獨身靈造 對 所以他做到這樣 香港似乎我未見到一個師傅 懂得這樣做 香港可能很簡單 叫他幫你表個球衣 用很普通的框 幫你收你二千元 起跳 有得想 現在做 其實是有的 我懂得做 但我沒有 花很多的心機時間 如果你真的叫我這樣做 就收二千元 其實真的要裝備 你不要麻煩 我真的會這樣 明天開始教我 不如 他還沒想到 他還沒想到 我拿點木工才會用 今天你把鐵衫 三十萬元插兩個小時 試試 插一個月 你再回來找我 那你們會不會洗一下這件衣服 一定要洗 一定要洗 剛才不如說回 你說怎樣儲存 儲存 儲存我自己 就會掛 白色衣服 就會入袋 Jeff好像是全部入袋 我全部入袋 是你的地方 土地問題 沒有關係 他擺在床底 不見得過 例如你想拿出來穿 又沒有位置掛 你要放下去 你沒理由選擇 你一定會雙球衣服 有一個袋子 滲出來 就怎樣也好 這個方便一點 你還有什麼心得 最重要是不要接到字 不要接到字 還有要有空拿出來 太陽 就不要曬 有空拿出來 有空拿出來 這個舉動的原因是嗎 你怕它摘到字尾了 你要檢查一下它 有沒有事 有機會 我自己感覺 如果你不拿出來 它有機會 我試過一件 就染了顏色 在下面 即是子彈 黏住了 會黏住 紅色就黏到白色 都會有這些情況 我想如果想好一點的家庭觀眾 其實你可以在底部 其實你摘完之後 這裡都找了一張膠 去鋪上去 你出廠的時候 它會出一些蒜泥 牛油紙 這樣鋪上去 其實牛油紙我不太建議 因為久了 它的溫度問題 會黏上去 其實用膠的透明膠 是最好的 一張薄薄的 放上去 我家的球衣 其實全部都是這樣處理 雖然是麻煩 但其實你久了 你拿出來之後 又要再封一層再摘 有空就這樣 所以一玩幾個鐘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看你有多疼愛這件衣服 如果你說 如何清潔波衣 就 Jeff說 你有些癖後 你慢慢說 我其實很簡單 洗波衣 千萬不要下機洗 下機洗 其實很多師兄 已經在群組分享過 下機洗玩完了 就變成衣服沒有了 這件事是很正常的 以前全部都是機洗的 你放進去後 其實裡面好像有層蠟的東西 會硬身一點 我想先不要理會 它有沒有浸 你放進去後 機洗就淋了很多 那些字 是會的 其實某程度上 一個正常的 這個叫做螺 這個叫什麼 Logic來講 就算水 或者其他衣服 磨擦到這些 一定會掉色 或者某程度上 它會有輕微的磨損 很輕微 即是不同層次 但其實是隨著時間 的演變 會繼續越多 因爲我以前 我第一件COVID那件 都是這樣 後來它洗了三四次 就開始糟糕了 不敢了 那自己想想 會不會手洗好一點 那是麻煩的 但摘棍了之後 其實是OK的 通常我就反轉洗 反轉去 我就會下一些 洗衣液 消毒液 浸去可能三四次 你已經穿過洗過了 洗過了 浸多久呢 其實通常你下消毒液 那些十分鐘 十分鐘是OK的 你不用浸整晚的 除非你二手買回來 過幾次水 有些癖好 你當然是浸一晚 我都會 有些什麼癖好 我真的 開來做些什麼 淹完 淹完 淹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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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擰 擰 擰的就只有下方 上面就不停捏一捏 然後 沒有要扭掉 一定要扭掉 一定要自然滴肝 那你叫做Flat Dry 還是手臂 手臂 手臂 也要掛在那裡 因為我怕水滅會會會太長 那件衣服 還是要拉著 我想其實呢 如果這個小便會擔心 因為這些全部Polyester 是沒問題的 類似AU的那些 那些是引擎的 不會的 OK的 其實不會有影響的 你不是臉質就OK 當然你說像你的Flat Dry 最好 有些掛的 掛的 掛的 那些很奢侈 其實是很難做的 拿一塊田 但某程度上說 這樣去放衣服是很難過的 阿楓 你的癖好呢 我真的很特別的 去河邊找一些脫衣服 其實我也有些客人會問一下我怎樣洗衣服 可能有些人聽說真的嗎 要不要這麼麻煩 但其實我覺得挺好的 我先分兩個類別 一些普通衣服 當然不是打球很激的 我喜歡穿著來洗的 怎樣穿著來洗 自己一邊洗澡 是 真的洗澡的嗎 因為你想想 這樣才是最貼心的服務 客人聽聞 我想問 會隨著你用不同的 簡直流水 簡直有不同的 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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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要聽聽這件事 隔壁的書堂 不要搖擺我 我這件事 就算要綁管局說 都要說 你想想 阿Jeff說的那一隻在盤上 你是不是真的在不同地方都擦光了 但你穿著不同 整件衣服都擦光了 你就不可以了 哈哈哈哈 你這個癖好嗎 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 你首先是要洗澡才做這個動作 你用五件的衣服 你是不是洗五次洗澡 不是 那你還沒洗完 好玩啊 你先給你講 你先給你講 你這樣洗完之後還沒到自己洗澡也沒問題的 沒關係的 我想說 你要再過一次 你有沒有這麼多件 我想起昨天我看了那個DELF的廣告 很想起碼 拿自己在那裡 高國那邊不要提了 好想不是這個動作 你們不要想到要出了那個照片 其實可以 就這樣 很簡單地拿去 對嗎 那腳路廣告那種洗澡 好想起碼 你找些什麼東西出 是怎樣去洗澡 沒有路先的 有沒有人要傲雪 自己喜歡 認真點問個問題 冷熱水有沒有關係 不會用熱水 冷熱水也可以 在夏天時候進行 你們真的不是熱就冷 有暖的 所以這段影片給他們說 這段影片好像有聲感 然後還有 出肉鏡頭也大一想像 所以你想想這件衣服是否真的穿在身上 你才可以 一定全方位都能穿到 你想想專身跟你們一起洗澡 畫面多麼正 你怎麼經常想到這麼複雜 接著 你收完一邊 我會倒轉再洗一邊 有人都說你背脊怎麼洗 我以為你是這樣 插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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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人幫你洗背脊 這個還未完 我這樣洗完之後 我就會再用幾合一 什麼油順劑 再浸一浸 再浸 如果你普通外出外 因為不是出了很多汗 不是打球的汗 我可能真的浸15分鐘就算了 OK 當然橡筋位會再插一插 那些 但是如果打球性的 可能真的浸兩個小時左右 浸兩個小時 拿東西浸兩個小時 插呢 插也是這樣插的 插也是這樣插的 插也是插的 插也是插的 插也是 但是我跟Jeff的肝的方法有少少不同 我真的整件塗在水龍頭上 鮮的 因為我不想掛 掛的那些橡筋會弄的 因為重 我不會掛 我會放在這裡 第二天 可能它乾了六七成 我才會再掛 但是穿著它來洗 但是你每次洗得不多 就是不可以洗很多件 或者自己脫皮 穿三件 穿三件 如果你穿 阿老婆你不要洗衣 阿仔你不要洗衣 你穿衣服的話 其實我接近可能穿一次洗一次 不會說 操一棟 阿老婆我沖四個小時的糧 水費 你今天幾千元的水費 對 不會這樣 綜合你們兩個這樣說 如果我們一般洗球衣 最基本的方法 可能放個盤 甚少少清潔液 先浸一下 可能清水再過一兩轉 都說清洗了些化學衣 自然乾 通常是這樣 都算簡單 其實是簡單的 多久洗一次 你們一年一次 我不會有幾百件 我穿完便洗 穿完便洗 你穿完便洗 但如果我們說 你可能分普通球衣 跟AU那些 會有分別呢 都是這樣 總之不要落洗 我覺得Swingman是這個洗法 雖然以上的是他的洗法 你有愛的 有愛 我覺得很特別 我突然想起 其實所有的衣服 都會用了 Tag 其實是沒有的 有沒有寫明 有寫的 有寫的 有的 可以用機器水洗 其實永遠都會這樣說 但你不會這樣做 這個是永遠的 最安全的洗法 大家記得留意 Tag也有教你 但是 全部是穩品的 不要 如果大家是儲求醫 都是跟兩位大大的方法 你喜歡 我們找人開個投票 開投票看看 用哪個方法可以洗 都好 我那些 你們經常聽到的反應 都是這樣 我覺得不是的 投票還投票 我們真實紀錄 過洗的方法 阿姐出了影片 哈哈 我封出了影片 大家投票 計上一次 掌上壓那個 這樣的挑戰之外 我們來一個 洗波生的挑戰 你洗一件 我們熟5元出去 捐給這個 山區的兒童 阿楓 阿楓那道洗法 我捐10元 他被我輸 這集很精彩 我覺得這集很精彩 除了知道 懶知識 現在真的很難 運動水 衝浪 很難 但這集我覺得 又認識到東西 又好笑 真的很棒 那下個 真的 他在盤子裡 被他捐到 我很感謝你 我也很感謝 我希望你有機會 可以示範一次 暴雪電視機廣告 放一段影片出來 好了 時間又過了 今集是這麼多了 下個星期回來 再有其他MV話 就跟大家說 拜拜 拜拜